客家山歌飘扬,列车飞速前进,歌唱家将家乡的旋律带进车厢,让乘客们欢欣鼓舞,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这一天都期待已久。 家在澳门的客家人周韵贤,9月14日赶了个早,和朋友们一起搭上复兴号动车组。 我觉得以前我们去一趟梅州都会比较怕,因为来回比较远,肯定需要过夜,但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广州喝完早茶,中午就能在梅州吃到烟面,吃到一头粉,吃到我们的酿豆腐,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,对于我们经济的效益,还有效率,成本等等都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提升。 当天上午,G8491次,G8494次,G8496次三趟复兴号动车组,分别从梅州,广州和深圳三地同时发车。 这标志着龙川至龙岩高铁梅龙段正式开通运营,广东粤东地区增添了一条往返粤港澳大湾区的高铁大通道。 梅龙高铁开通运营,也标志着中国铁路营业里程突破16万公里。 梅龙高铁项目建成后,梅州到广州、深圳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最短通行时间将缩至两小时左右。 梅州被誉为世界客都,是客家文化极大城的城市, 也是许多海外华侨的故乡,高铁上的客家特色自然也少不了。 根据梅龙高铁沿途地方美食特色,然后我们餐车配有梅干菜扣肉,三鲜鱼丸,荔枝肉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风味的美食。 对于梅龙高铁的开通,家乡人最有感触,梅州是革命老区。 一大批革命先辈和开国元勋都曾在这里留下革命的足迹,但作为广东最偏远的地区之一,经济也比较落后。 现在高铁呼啸而来,满载的也是老乡们的期待和热情。 我回去以后,我们还有一些工作,我们在梅州有产业园的投资,我们这次也约了客户在五华。 对我们的理由,还有乡下的一些特色的蔬菜啊,农作物啊,会带动非常好。 它比较快捷的,还有性价比会比较高很多。 对,那我这边看好的是这个理由,还有这个文化,因为我们梅州确实很多的理由的地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